大家好,我是三夫 那我們這次來介紹的牌組就是我們的列車啦 那列車我目前把牌組排的大概就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不過還有一些是可以再做微調跟修改的喔 不過主要的怪獸配置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多少還是加了真子G跟輝流這個手坑喔 好那第一張是我們的深夜寂靜騎士 這個因為他可以直接通招到場上 那他通招到場上的話就是攻擊會變成零 但是呢那個什麼 但是他可以在場上直接是一隻十星的怪獸了 地屬性機械組 好在我們的新卡彈環特輯 那這張呢是自己場上只要有機械組地屬性的怪獸場合就可以發動喔 可以從手牌特招 所以像最基本的combo就是我通招我們的機型 然後再特招我們的彈環特輯 好那另外一個效果的話 攻擊的時候要把自己場上兩張卡片送牧 不過這應該是用不到 我們不會拿這來攻擊喔 做出來的話通常拿來做link 不然就是拿來做操量 那第三個效果的話就是 這張卡片目的送的回合結束的話 這張卡片以外的機械組會對向發動 然後是手牌加齁 那就是一個回收的效果 那當然他如果是被 當作素材拔除的話 目的送那也是可以發動的喔 那是目的送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的舊卡齁 一樣是舊卡 好重機或列車 這樣比較 需要注意的就是 是自己的機械族怪獸 地屬性的怪獸 召喚特招的場合 就要發動了 齁 就是如果你召喚 如果沒發動他就下不去了 這比較特別的 要注意的 跟彈環特輯不一樣 彈環特輯是場上有的話 就可以特招 但是這個一定要 召喚或特殊召喚的時候 一起發動喔 那以前比較強悍就是這一張 來跟我們的超量怪做搭配喔 就是作為那個什麼 超量素材的話 這張被拔除送目的場合 可以發動讓對方的場上一張卡片 破壞 好 算是一個干擾喔 再來是我們的 爆走軌道 那爆走軌道咧 是這一張卡片召喚特招的時候咧 可以將自己目的的一隻 機械族地屬性的怪獸 效果無效 然後手臂特殊召喚到場上 那另外一個效果就是調星數的效果 那我可以選擇這一隻跟另外那一隻 就像你如果是這樣子選擇的話 好 兩隻 我把這樣拉起來 那我可以選擇要變成四星 或是變成十星 這是可以做選擇的喔 就兩張 裡面是選一張 星數去發動 好 那我們就可以 變成調星數 調星之後咧 我們就可以 來做超量 可以選擇四星 或做十星的超量 好 那這邊呢 另外放了獵車的話 就才是有無賴特輯 那是四星的喔 不過這樣效果其實就是 來補一下星數而已 那這樣是一回一次 可以讓對方生命值扣500 好 然後這個效果發動的話 自己是不能進行戰截了 所以這個效果通常也不會很IFA 那 齒卡目的送的回合結束發動 排隊的機械族 一隻地屬性的十顆星的怪獸加手 好 那是一個綠牌的效果 但是他只能在回合結束的時候發動 不是很好 好 那這邊還有另外放的就是救急封印神 救急封印神這樣比較特別是因為他可以讓自己的 目的的卡片 目的存在的怪獸 不是卡片喔 是存在的怪獸 回到排隊呢 來進行特殊召喚 那攻擊這個效果就不講 因為我們不會拿來攻擊 好 還有一個特殊聖靈 因為我們有放黑暗大法師 所以也不需要 也不用到他攻擊 另外一個效果 主要是拿來湊星數 因為他是十星 拿來湊星數 拿來湊我們做超量怪獸星數 好 那增值局就不用講了 灰流 就是我們的手坑啦 好 再次我發卡喔 一張緊急行車時間表 那這個的話 這個效果呢 是在對方場上的怪獸數量 比自己場上怪獸數量多的場合才能發動喔 那機械族地屬性的 一隻四星以下的怪獸 還有一隻五星以上的怪獸 從牌組效果無效手配特殊召喚 那發動這張卡片的回合呢 自己不能用機械族怪獸來攻擊宣言喔 那第二個效果是 場上蓋放這張卡片呢 被送墓地的時候才能發動 從牌組把一張機械族十星的怪獸加入手牌 那這一張卡片的話呢 主要是拿來後攻使用喔 因為我們的先攻場上 怪獸絕對沒有比對方場上多嘛 所以我們一定是後攻才能使用 除非對方能在你的回合 跳了什麼東西出來在場上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比較難的喔 那可以拿來配合我們 命格爆2 要出的那一張 我們的列車的命格怪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樣跳出來 或是呢 我們拿來跳我們的機殼 現在目前的話 這機殼命格怪 那我們就不用來另外再做 調心術的這個動作喔 因為我們 他跳出來是一隻四星 跟一隻五星以上 那通常就是四星跟死星嘛 那死星呢 跳出來之後 我們一定要進行挑釁以後 我們才能做超量召喚嘛 那我們這邊能夠跳的話 像是我把 無賴特輯 跟送貨列車 跳出來 再來就是靠我們的 暴走軌道來進行挑釁 這樣才能做這個使用喔 那迴轉超車 回轉超車 這就是我們比較舊的 903的時候出的 環境卡囉 那這張環境卡的 第一個效果跟第二個效果 就是只能選擇一個使用 又是當自己 廠商的機械主地屬性 10顆星召喚特殊召喚的場合 可以發動 將排隊一直攻擊力 1800以上的機械主地屬性 4顆星怪獸 一體特殊召喚 那這邊可以叫的咧 就是我們的 暴走軌道 跟我們的無賴特技喔 好 那這個效果照出來的話 他可以變成10星 那一樣我們可以再進行超量召喚 那缺點呢 發動這個效果以後咧 對方的戰鬥損傷會變成0喔 那我們之後來做出來的那個 超母炮 超母炮列車的 就不能發揮他的打點的效果了 所以這個效果的話 能不用盡量不用 除非是先攻的第一回合 好先攻的第一回合就沒有差了 那第二個效果是自己 手排一張目的重發動 然後排隊一次機械主地屬性怪獸 選擇手排加 那就是一個綠牌效果 這綠牌效果比我們另外幾張的綠牌效果都來得強多了 然後就可以很快速的讓我們來進攻 那就是 我覺得他第一個能力算是比較偏手背的喔 偏手 然後第二個效果是比較偏進攻型的 那兩個效果其實都可以啦 好之後我們會轉超車 那這邊另外放的就是一些比較通用的魔法卡囉 好 彈與狐 那就是沒有什麼好處 就是移除十張 湊兩張 好 那我們的 靈魂填充 就是把我們大怪拉起來 再進行做超量喔 或是把我們的 超量怪獸叫回來 再往 進行往上疊也是可以的 好 我們要掃 掃後台 然後在置物行就是把木怪拉回來 也是進行在追進超量 那長傳一張 好 星球改造 那魚脈 魚脈主要是拿來就是讓我們爆走鬼道可以拿來從墓地把一隻怪獸把他復活起來的喔 進行 可以讓我們有力進行 我們的開場 好 比較特別是我放的這一張 這一張 好 當時自己表示表示的怪獸一體為對象發動喔 但是攻擊力勒 到回合結束之前呢 會把自己的手背力加上去喔 那此卡發動的回合對象怪獸以外的怪獸是不能攻擊的 好 那這樣是我拿來彌補就是那個什麼 實現解除喔 我們這邊的 列車的手背力基本上都還蠻高的喔 所以拿這樣來稍微代替一下 那實現解除還是有一定的風險 因為他會結束的時候是要破壞掉的 當然你可以選擇實現解除喔 那實現解除現在是限一的 所以我選擇這個可以放兩張 來增加我們的打點 好 另外的首坑就是我們的無限炮影喔 拿來對付一些比較難殘的傢伙啦 因為還是可以把我們的 因為畢竟我們這一副比較適合所謂的後攻局喔 那後攻局的話就需要一些干擾 對付我們的先攻喔 因為這副如果像對到鋼鬼U1裡面有東西擋的話 其實這副是完全沒辦法結的喔 因為如果U起來的話要把我們的 場上要訂了一隻風界的女孩的話 那我們這副就很難動了喔 好所以有 手坑 就有這三張 但是其實能U起來的話他還是U得起來啦 但是我們盡可能的干擾喔 那這邊還放了一張掃射特攻 主要是就是拿來扣血 這副主要是利用高打點還有我們扣血的效果 來把對方的生命值耗光喔 好那這邊就是主要的牌組啦 那這邊還可以進行什麼樣的改動呢 就是我們可以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卡片喔 那我這邊有稍微再另外整理出幾張 也是我之後想改牌的一個方向啦 好 那 目前這邊的話 像強他的話其實可以放到三張 主要還是就是能夠關鍵的卡片能夠上手 再一回合把對方打爆 那就是最好的 所以常常可以再多放一張沒問題喔 好 那時間解除就是說它是一個互換的喔 因為它可以讓場上的機械族怪獸攻擊力翻倍嘛 那受到這個效果影響的怪獸在回合結束時是要全部破壞掉的 那如果我們的超人怪獸其實他做出來以後只能用那一隻攻擊 所以我才選了這一張做一個替換喔 就沒有全身則實現解除了 至少如果打不死的話自己怪還可以保下來吧 好 解體融合的話其實就是拿來也是 我們可能就是跳出來像我可以放那個什麼 放蠟雞 那我們可以拿來做一個結場的一個 效果的怪齁 好 紅色重啟還是就是一樣我 不怕遇到對方一些比較討厭的陷阱卡的時候 可以把它拖過一回合喔 把它無效掉 覆蓋回去 好 那怪獸的選擇的話 怪獸選擇的話 好 再來是這個壞獸壞星 那這個通常我們就是拿來解一些我們沒辦法解掉的怪 像是有可能什麼特殊抗性啊 或是有一些比較討人厭的一些可以擋招的效果 或是怪獸啊或是一些魔線效果來進行來阻擋我們進攻的 那我們就需要用壞獸來截這個場 好 那還是比較重要的電子豬 我們的電子龍齁 電子龍齁 不是電子豬 我是電子龍 在講什麼 好 那 電子龍的話咧 這樣其實不要來偏解對方U齁 解對方的U 因為 我們這邊的話都是屬於十星跟四星 那如果風箭女還定在場上的話咧 我們玩偶只能靠攻擊 之後呢 把他當自殺 以後咧 我們再來做 做招 但是這樣玩偶就是會浪費掉一個戰機啦 那當然如果我直接把他解放掉 之後咧 跳 我們的電子龍 那電子龍融合以後咧 就可以掉出我們的 這一隻 好 這隻也算是一個很剛好的 這個他也是十星 所以我們可以再拿來做疊放 做操量 非常的剛好 好 電子龍 那我們的信 電子中煙龍咧 那 他也是十星 那也是可以來 拿來當作我們超量的素材喔 再加上因為我們有迴轉超車這張環境卡 好 所以咧 就可以拿來 把這個我們的中煙龍 移出 拿來特殊召喚 那他場上只能存在一張 那此卡表在表示咧 也只能做他攻擊 那時候我們不會拿他再攻擊啦 我們一件事就是 把他拿來做超量的素材 好 那不要 需要注意就是 環境魔法卡表 是不存在的場合 此卡要破壞喔 嗯 不過這算是舊的寫法 上面只寫環境卡 對不對 所以對方如果場上有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跳出來不會死的 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 好 那因為現在主要的幾個主流啊 其實都是有搭配環境卡的喔 像我們少林可能會有那個什麼 我的魔法術之理啊 然後我們的花樣也會有他的場地 那閃道機也有場地 好 那像那個什麼 鋼鬼U的話 有的時候也會放一張那個半魔導領域在場上 所以這樣就會有用 所以如果要放的話是推薦翻到三張 那我們的電子龍其實也是喔 那 怪益怪獸 如果要放的話 就放滿吧 好 那這邊另外呢 我塞了一個 想要塞一個就是 閃道機這個 系統喔 就會 就是不放過來 就是只放我們閃道機的魔線而已 那這邊的話 還刷一張爪子 爪子給大家抓這張怪獸那個爪子 這邊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如果對方有東西擋的話,就是拿閃刀機先來騙對方的招式 像是閃刀啟動啊,把對方灰油騙掉啊 然後是把對方一些比較討厭的東西,把它騙掉以後咧,再來做我們的列車的招 才不會不容易被擋 好,那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奧子額外的,可以再增強的卡片喔 那在想是額外排隊喔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你要投入鏈種才放這樣才會有用喔 好,那這邊投入一張那個我們的 那個機殼的link怪 因為它主要達到的條件就是機械組怪獸兩體嘛 那link召喚的這張不會受 那個什麼啊,不會受到魔法陷阱卡片的效果影響喔 那磁卡的 也不會受到磁卡以外的link怪獸發動的效果影響 還蠻酸的一張卡片喔 那一回事咧,可以讓自己 磁卡以外的自己的一張 有對手一張表示表示怪獸的對方發動 那這兩張卡片的效果到回合之前都是無效的喔 所以它可以無效對方的牌 但是也要 把一張自己一張無效掉就是了 那 磁卡的link區有怪獸兩體同時特殊召喚的時候咧 可以將排隊一隻五顆星的機械組怪獸加手 好,那這邊比較難做到同時 有兩隻怪獸特殊召喚的時候大概也只有我們的 緊急劣勢特殊錶可以這樣子來搭配喔 所以我們可以再多照 又是我們用我們的 機械式怪獸做出這一隻機殼link怪之後呢 再用緊急特殊 再拉兩張 怪獸出來 那再來進行操量 或是進行一些其他的 好 那緊急特殊的話,因為它的那個 畢竟它是效果無效掉,所以我們一些調星 我們一些調星的它就不能用 所以會有一隻十星的 還是四星的 那拿來做這一隻 令克怪 也是剛剛好的 或是我們之後我們列車要出的那一張 專屬的 令克怪 我們的緊急時刻表就是拿來做就是剛剛好了 他不要不適合 我就覺得他不要不適合拿來做操量啦 當然就是還可以再搭配其他卡片 好像是我們中國列車特殊的時候可以特殊 或是當完特殊場上有怪獸的時候可以再特殊 來進行調星數 好,然後到我們暴走鬼也是可以帶來調星 因為他不需要說指定他拉起來那一隻 他可以選擇另外一隻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是新卡 超弩炮列車 那這次打點主要就是來靠這一隻 那他可以直接疊在我們場上的十階的機械組超量怪獸來 進行超量召喚 那一回一次這張卡片拔出一個超量素材呢 他的攻擊力可以跟手臂可以上升2000喔 然後呢到回合結束之前呢只能用這張來進行攻擊 好那就是 進行攻擊其實就是靠我們這張打 那跟這一張其實剛好是個配合喔 那6000下去之後 把手臂再加上去就是12000 12000的打點各位 那第二個效果呢就是這張卡片呢在戰鬥階段中呢可以打他 素材的 他超量素材加1的 怪獸的攻擊數量 所以呢如果他下面有兩個 那就是打三次 不是只能打怪獸 然後記得是只能打怪獸 那打怪獸其實因為現在 很多那個什麼 Link怪他都是 他只能站著啊 站著就是你看這個12000的攻擊力直接打下去 誰受得了 對不對何況你還可以打三刀 那以最常見的一個跳法的combo呢 就像我們先跳我們的超乳炮列車 跳出來以後勒拔個素材 扣對方2000生命值 然後再往上疊 那再 這樣再拔一個素材 讓他攻擊力手邊上升 好這時候勒因為如果超乳炮列車這邊有下面應該是疊兩張嘛 拔一張剩兩張 兩張以後再往上疊 再拔一張 那也就剩兩張 所以還是可以打三刀 我沒算錯啦 試試看做一次就知道 好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打一張 打2000 再往上疊 好再拔一張 好啦沒有是只剩一張而已 所以可以打兩刀 好6000打兩刀 嗯也是蠻痛的 算數不好算錯了 真打兩刀 OK 好這是超乳炮 這個是超乳炮的列車 那兩張其實名字是 前面的名字真是一樣的 只是後面的名字不一樣 黃的名字不一樣 好那 這邊還偶爾外投入就是我們的 Number 81 現在是會復刻 所以如果沒有收的話 等下是復刻就好啦 那這張屬於 我 主要我覺得他屬於 因為他這版之前就出 出的卡片 他屬於算是一個 寶場 把自己 場上這一隻 把自己寶起來 先攻的話 通常應該都是跳這張 因為他的效果 拔出一個超量素材 場上表示表示一隻怪獸 覺得發動 那隻怪獸到回合結束之前 不會受這隻怪獸以外的卡片效果影響 然後這個效果在對方也可以發動 那只要不被壞獸吃掉的話 我覺得應該都是 應該是會被吃啦 應該吧 忘記了 要再去看看 好 不過至少 這樣在場上 對方基本上動不了 再加上他手背力 4000 很少也有怪打得動的 就是先攻如果沒辦法做什麼東西出來 因為我們也沒辦法 最多就是打人家2000嘛 但是2000 做出這隻以後再做出這個 我們的意義也不太大 因為這張沒有 所保自己的效果 所以我們都是做81 來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以後勒 在下一回合我們再次進行進攻喔 因為 這張在場上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 下一回合我們只要往上疊 就可以把這隻疊起來 對吧 超強啊 好 那再講其他的 好了我們先 No.35跟77這個先來講 主要也是 其實它是可以往上疊的喔 我們的 No.77也是可以 在我們的10階跟11階的暗屬性超能怪獸來進行超量召喚 那 進行這個召喚效果的話 第一個效果是不能發動的 因為他沒辦法拔那兩個素材 所以要空過一回合 那只剩下最後一個效果就是 廠商的這張卡片 因為戰鬥效果破壞場合 可以拔出一個超量素材來代替喔 那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也是10階的時候就把他放進來講 但是我覺得這兩張其實也 還好啦 因為畢竟他的那個第一個效果會被空過 那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往上疊的那個 素材而已 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綁 那他只要10階怪獸兩體 那是往上疊的 OK 額外加進這兩張 不過 放不放就看個人啦 好 再來是 No.27 努力戰劍 努力戰劍這個他只要4顆星的怪獸兩體 那我們會大概 可以做 也不是說唯一啦 我想放這張是因為我們可以拿來敲出我們超量機神王 那他當然也可以敲出我們其他的這些 機械族的地鼠型的這個 直接的超量怪喔 他也是會往上疊的 那這一張 但是缺點是喔 這張他一定要再進行戰鬥結束 而且是要這張把對方的怪獸破壞掉的 場 破壞掉的 戰鬥結束才能發動 把10階以上的機械族穿的怪獸在自己場上 這張卡片上面 疊放 來進行從額外牌的特殊召喚 那 另外一個效果是這張卡片是什麼 就是場上的這張卡片因為戰鬥效果破壞的場合可以拔出一個素材來進行代替喔 那 這一隻跳出來的話我覺得 能夠跳超量機神我覺得是蠻神的喔 如果 以超弩級戰劍 因為他是 4星怪獸2體以上嘛 所以我也可以用3體來做 用3體來做或是4隻來做 但是我比較 這邊比較難多重到4隻 因為我們暴走 軌道跟無奈特殲放到 這邊加起來才4張而已 那弩級戰劍呢 如果是2張 2張來疊的話 下面就有3個素材了 3個素材我們超量機神王就可以到發到 他的第 4個種類的效果 4個種類 因為如果是這樣疊的話 這樣 再疊弩級 然後再往上疊我們的超量機神王 降下面就 並沒有4種 哈哈哈 好吧 沒有4種 只有3種而已 好啦3種的話 就是 吹 在主角發動可以把一個素材把場上一張吹回排隊喔 算是一個蠻強的干擾 但是如果能夠到4張4種類的話 看能比較難 還是需要再投入一些才能教出我們的超量機神王 所以這裡 這個會算是一個參考啦 如果他能夠吹對方的 吹場上的卡片回排隊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強大的干擾 以前玩超量機神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玩 但是那個時候可以用很多素材把這個傢伙掉出來 現在就沒辦法 現在太難過 現在的環境太難過了 什麼時候要強化我們的超量機神啊 那個系列叫超量 好 那閃道機的話就是我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投入閃道機那個系統的話可以來使用的 好 那要講那麼多啦 那我們 等一下來稍微 演示一下我們怎麼來跳我們的超量怪 那來進行攻擊這樣子 那當然因為這套其實他蠻簡單的喔 我們這套戰術就 一個目標 只是跳出我們的 最強大的怪獸 新卡的超弩 超弩 極 砲塔列車 這張出來來把對方打爆 那 其他的就是 干擾對方而已 那這套這套的最終目的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先攻的話那我們就是跳 我們的 我們的 No.81 來進行一個 寶場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 那我們的牌子就是這個樣子啦 額外就是我們剛講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進行一下 如何進行我們的 戰術 推演啦 OK 那再來就是我們進行我們的 戰術的推演 那 這套沒辦法說是說我們說有一張卡片就可以來 打斷殺爆喔 沒有他 畢竟還是要靠 多卡 才能進行我們的戰術 那最好的話就是我們有 極星騎士 當玩特技或是 重貨 列車喔 那最簡單的就是我們極星騎士通招下去以後 來觸發我們重貨列車效果來進行特招 那我們就可以 有湊幾兩隻素材啦 那我們可以進行疊放 疊放之後勒 如果這個是一個先攻局 那先攻局我就是疊No.81 下去 這樣就好了 這樣的話我們會有一個干擾喔 就是我們的重貨列車 就是 讓我這隻 保我自己以後呢 讓重貨列車送 因為素材發動的效果 然後呢 把壽木破壞對方場上一張卡片 這進行來干擾 好 這就是一個先攻局能夠做的事情 沒了 就是這樣 但是千萬別要 做個2000 2000炮了對方然後就 被等著被打死 不要 這個就不做 我們就做No.81 那我搭下一回合 進行進攻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拔掉 如果這個拔掉了 那我們到下一回合 我們直接就可以疊 龍泡列車上去 這樣也會有兩個素材喔 可以打三刀 並沒有 因為我們還要把一個素材發動 所以是兩刀 6000兩刀 OK 最簡單就是這樣 那如果是另外一張的話 特級列車的話 那就是 通招之後呢 我可以再另外 發動這一張 另起 好 只要長盒就可以特招 特招下去 那也是進行疊放 好 那只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是目的鬆的話呢 可以再回合結束再多撿一張 所以自己也要撿喔 好 如果這是一個後攻局 那我就是一樣把這個做出來以後 往上疊 可以先疊我們的 拉2000 就是炮他2000 這個就可以直接拔掉了喔 記得回合結束之前發動就可以了 好 那 扣2000了以後呢 一樣再做 龍泡列車 然後拔出一個素材 然後攻擊力 可以上升2000 好 那我們就可以打兩刀啦 好 那當然呢 我們也可以 因為他是 那個什麼 我們是用這三張嘛 當然我可以就是衝到這隻以後呢 特招這隻 再把這隻跳出去喔 那你要看資源夠 我們才能多做一些 還不夠的話呢 就是 先握著就好 不需要浪費掉 以防我們被截掉的話 看我們下一回合 可以再進行進攻 好 那就是最基本的 這就是一個最基本的套路啦 那其他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 輔助 這個系統 像我們的灰彈超車 我們可以來把這個 我們缺的烈射把它拉起來 那秋吉封印神呢也是 我們來湊數量的喔 就是如果像我 墓地有怪獸 那我們 把我們的吉星列車跳出去 我跳出去 然後跳這隻 出來 那就把它可以做疊放 當然是一定要墓地有怪獸啦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捨棄一些 捨棄卡片 像把這個捨棄掉 但這個其實是可以搭配的 我們就不用捨棄這個喔 好那另外的就是我們的 像我剛剛說的那個 我們的 是你的墊子中煙龍 這也是一個可以直接特殊召喚出來 我們只要移出中煙龍就可以特殊召喚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做進行疊放了 就是讓我們能夠多做 就是我們超量怪獅這一套出來 那其他的像 那個 暴走特輯 好暴走軌道 暴走軌道 暴走軌道 那我可以回軟超車 然後發第二個效果 我捨棄一張卡片 捨棄一張卡片 那就隨便啦 捨棄一張卡片 可能捨棄一張列車之類的 好 那我再從 排除拉一隻機械石刻心的上手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拉 來個暴走特輯 那我們手上蘿蔔這一張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召喚出去 把這個拉起來 好 藏上有這個的話 我們也可以特召出去 因為發到第二個效果了 那我們第一個效果就不能發了 也不要發啦 那再把其中一張 變成 他要把變成四星 才變成十星 好像如果把這張變十星 那我就可以直接疊放 好 或是咧 也不用 這樣子疊放就好 可以留一隻四星的 好當然我們可以先做就是所謂的 Link下去 來做我們的 電 那個什麼 即可的這張Link怪 另外再跳出來 也是行的 好那這邊我們來試試看 抽 5張 那我們看能不能 做一些戰術出來 這樣子 好 這邊海星 如果這是一個 先攻局的話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用 就是 深夜機型 通招之後 然後來觸發我們的重貨列車 特召 那特刀出去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疊放了 疊放我們的 超弩砲擊 打2000 拔掉就可以扣2000了 拔掉扣2000 那我們再往上疊 好 我們戀人 出去以後勒 一樣我可以再拔一個 那我們這個是留著的喔 但如果這邊我們就可以有 可以破壞對方卡片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拔了 那出發他的效果把對方卡片破壞掉 然後這邊就可以打兩刀 6000打兩刀 好 那還可以再覆蓋一張 無限砲影 好 那這個的話就一定要目的有牌 我們才能使用 那無賴特輯現在後來手上也不太有作用 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那個什麼 後攻局 那如果是先攻局的話 那我們一樣 就是 跳這個出來之後 跳我們的 No.81 躺著喔 就躺著喔 躺著喔 站著才不會被打死 手背4000 躺著就對了 那再覆蓋一張砲影 就可以結束關對手了 不過手牌沒有干擾 比較不妥啦 那我們的干擾點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這一張下面的 那個中破列車 那另外一張是我們的無限砲影而已 OK 那我們在 試一把 那我們看看這一把 還能不能再做出 比較多的變化之類的 不過因為相關的卡片 有一些不是相關的卡片像手坑啊這些的 那多少還是會影響到我們在 進行戰術之類的 那是自己用不到的 好 我們再抽武裝看看 好 這邊也是一個 還行的 那我們這已經握兩張了 這邊就是有辦法做一套的 那我們可能先就是 強探 10張下去 2 4 6 7 8 9 4 10 5 那看會不會被擋 那如果被擋就算 那臭2 那如果再不被 進行被被章進行阻擋的話 那我們就是一樣 通招深夜擊刑 然後再 我們再從手牌 另外特招我們的 如果場上有了,那就符合條件了 那我們就特製到我們的彈王特輯 一樣,疊放 疊放了以後咧 我們這邊就可以選擇疊 好一樣 要嘛就砲他2000 要嘛從81也是可以的喔 那我們就是兩個做選擇 因為其實就是 我們打2000的是一定可以發得到的 可以選擇發得到 那我們就先把彈王特輯發了 那之後記得如果回合結束的話記得發他的效果 好,那我們就先再疊我們的 超龍炮擊烈車上去 好,這時候一樣記得發一個效果 把攻擊變2000 啊,增加2000 不是變2000,增加2000 那增加2000以後咧,我們還可以再發這一張 這樣就握在手上就好了,不用覆蓋喔 你就打了 打下去,找一個最低的打 因為這時候是6000 只要你可以灌一個,你只要灌 你只要有辦法灌6000傷害 的話 那打了以後 沒問題 那我們在傷害計算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可以在傷害計算的時候開的 好,再開這張 就直接把對方灌死 好,非常強悍 這樣攻擊就有12000打電 超強 好啦,那我們示範就是 大概做這兩個 那其實大家有其他的喔 像是 我們的那個什麼 咦,我剛剛是不是有把其他牌都用進來 就有點厚 不過還好 像是 抱著軌道 那抱著軌道的話 這個 就 因為我們剛剛沒用到這個效果 因為先 起手比較難啦 因為我們可能需要環境 跟那個什麼 跟魚脈 我們才可以用得到他的那個 效果 那我們再抽一把看看 看能不能抽到 試到這個效果 好,再抽五張 好,沒有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牌 好,那這邊我們可能就稍微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使用喔 那我們這邊可以做到的是 先 好,我們先常傳 先把回轉超車再拉一張起來 這個手牌算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有任何列車 但是有環境 那環境它要一樣 它有綁石效果 就是一會兒只能選擇一個使用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濾起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強灘 下去呢 我們的 我們的環境都沒了 好,那我們這邊可以選擇 濾一張 我們等一下就發 環境 那環境呢 它的第二個效果 它是需要一張手牌送木的喔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 第二張有一張 救急封印神下去 送木 好,那我們 放到環境效果 拉一張四顆星的 機械組地鼠星的怪獸上手 那這時候咧 我們可以拉一個 我們能夠 召喚出去的 那我們就選 通招吧 好 通招點 有了通招點了以後咧 我們再來開一個 搶灘 看能開什麼 好,搶灘下去 移出十張 二、四、六、八、十 剛好十張 十張以後 再抽兩張 兩張看 抽 好 結果自己抽上來了 那就沒辦法了 好啦 那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直接 聖夜特勤 然後激進騎士下去 那我們再 特招 救急封印神 那是把我們怪獸吸回去的 吸回去了 剛好怪獸 然後我們把他吸回去 那這時候以後 我們一樣就可以來做 大炮啦 好,大炮跌起來 打兩千 把這個丟了 打兩千 然後以後我們再特招 上跌 那一樣 我們就可以發效果 再發一個 打六千 打兩刀 好 這樣就是一個了 好 我們一樣達成了這一次的進攻 但是呢 耗的牌 嗯 還蠻多的 不過還好 因為有回斬超車 那我們是一個 完全沒有任何 十星機械族騎手 那因為有回斬超車 所以可以動得了 好 那我們再摸一把好了 怎麼摸四把 到底能不能摸到 那個 那個 我們四星怪的那個橘呢 剛剛是有環境啦 可是沒有四星怪 那我們也沒有怪獸 特招出去 觸發他的第一個效果 那時候有一隻八星的怪 那就可以 就可以來用了 那也可以調心 好,五張 好 這裡做不出 這裡沒辦法做那一套 但是一樣 這邊還是可以有辦法做出 一套的 召喚 特招 然後 到這裡 疊放 打兩千 然後疊放 就可以打六千了 帶兩刀 OK 好 還是做不出來 這麼難摸 真的是超太難摸了吧 好啦 那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那這副也沒有什麼 比較難的combo 然後就是我剛剛說的一個 最終目的 就是把我們的 大怪 挑出來 打對方 就對了 好 那如果是要解對方U的話 那這一副大概還是要投入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電子龍 電子龍 把對方那隻解掉以後 那我們來龍我們的 琴梅拉 應該是琴梅拉 康可琴梅拉 我沒記錯了吧 好 龍出來以後 就是龍對方的那一隻 在額外區的 應該是兩隻 龍掉兩隻 那兩隻以後 因為他死心 所以我們再靠其他的 我們的列車的卡片 像如果通招 喔不能通招 那邊通招過了 好 那什麼可能要靠我們的 軍機封印神了 或是我們的 這個什麼 在哪裡 好 我們的進 跳出來以後 就可以進行疊放 就是疊我們的打兩千 這邊是 跳疊兩千 打兩千的喔 帶兩千生命值 好 那拔掉 然後就可以把對方 場上的 打爆了 為什麼要U起來以後咧 如果會有那個什麼 不受效果影響啊 或是不會被戰破的話咧 就這張直接把他不被戰破的 直接靠到死就可以了 那 中間這個過程中 如果不要被斷的話 其實他滿簡單的喔 因為這邊沒有任何的 除非 被丟笑分之類的 被丟笑分 嗯 好像也沒有什麼 你講啊 被丟笑分 應該是還好啦 喔 被丟笑分就不要發啦 不可能啊 因為是發了才丟啊 最多就是被 尻兩千被打 被被被被被被 被被掉吧 如果這邊沒有 我們這套就沒有任何 綠牌效果 所以不怕丟會流 人家丟G就算了 丟G就把機器趕快尻 尻死我 不怕人家丟G啊 大概就怕 小分 或是有鬼兔 因為丟下去就直接爆了 直接炸Boss 那干擾的話 應該是還有 那還好 而且對方 除非對方有先把無限砲影蓋在場上 不然應該是不會被無效的 好 那大致上就是像這個樣子啦 那我剛說的 閃道機的系統就是拿來騙對方招而已 那如果沒辦法綠的話 需要靠會斷超車 來進行綠牌的話 那可能就需要其他東西來騙一騙 好啦 那我們這次列車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也是喜歡打列車的呢 這副真的要好好來玩一下才行 我真的覺得這副真的非常的混 以前呢 這一副呢 我就有 列車其實之前就有玩過了 那主要是打 我拿來用影衣來打喔 那時候也是非常強悍的 不過那時候因為沒有Link怪獸這種東西 所以我會跳影衣的地屬性 剛剛那次也是地屬性喔 那次也是機械組地屬性 10核心 跳出來以後呢 拿來跳我重火焰車 那我就可以來跌 No.81囉 在那個 機殼 怪獸橫行的年代 還有 可以把機殼殺手叫出來的年代 可以靠這一隻把對方的機殼殺手殺爆 因為他可以不受影響 對方那個降攻擊力就沒有用啦 我還比他多200攻擊力 殺爆 不然那時候影衣打機殼 真的很難過啊 因為一個打點不夠 對方那個什麼 有的時候又喜歡 用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好啦 那我們就是列車 飛走了 好啦 我們列車 牌組 就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按個喜歡喔 然後如果你對我們的列車牌組 也有什麼奇怪的想法 或是奇特的想法 或是有更好的想法 也可以在我們下方留言喔 好 我是張福 我們下次見 掰掰